大家好,我是你們的深夜好夥伴 陳手鴻Avery 今天我們要煮菜 我今天要來分享 日本知名品牌KIT CAFE的咖啡包 它打開差不多是長這個樣子 金色的蠻漂亮的 那它也是跟日本很多知名飯店 都有一起做合作 它長得像茶包 它就這樣扣起來 就可以架在杯子上面的一個扣環 我覺得很方便 泡個10秒鐘上下上下 有點像綠掛咖啡的那種感覺 比較喜歡喝清爽一顯的咖啡 那我就不要泡太久 大概泡個10分 不是10分鐘 是10秒鐘 很香 法式烘焙的那種炭香的香氣 烘過的那種火的味道的那種炭香 但是它又不會讓你覺得 口腔裡面很苦很不舒服 而是會有淡淡的 後面會微微的一點點酸感 這種早上起來喝一杯 我覺得是還蠻舒服的 那當然如果說你喜歡喝更濃的話 你可以再把它 泡久一點 可以依個人的喜好去做改變 天氣開始越來越熱的時候 我們就要來製作一個 冰脆咖啡吧 那我是放了三包 一包我配200cc的水 冰箱冰個晚上 再把咖啡粉拿起來以後 再讓它去冰個一兩天 那它會呈現一個比較發酵的味道 呈現一個很漂亮的那種 冰脆咖啡的顏色 聞起來的話 會有帶有那種酒香啊 咖啡在發酵產生出來的香氣 帶有淡淡的入口的時候那種 碳香感 然後會包覆你的整個口腔 但是你不會覺得它苦 到後面以後你會發現 舌根有微微的那種 咖啡的酸香出現 Kick咖啡這一組 一組60代就是有60包 1280 平均下來的話 一包咖啡不到20塊 可以去做冰脆的 也可以去做熱沖的 那我們今天的分享就到這邊 我是Avery 陳守紅 我們下次見